您还是挺爱做饭的是吧 对 我特别喜欢给人家做饭 变着花样做 就平时家里吃不着的 从抖音上 或者从微博上学那些菜谱 做给家人吃 对对对 我们还有好多您这个做菜照片的 来看看我们女士做的这个 心灵手巧的这个菜肴啊 来看一下 左边那是那个柠檬凤爪 就现在网红那个 右边这个是 芦笋炒的虾仁 这先生您这一日三餐 怎么解决呢 我在单位上 都在单位吃 对 那您自己会做饭吗 我会做 我小学期会做饭了 我平时喜欢做饭 自己弄一点 像这种家常的小菜啊 可能先生这个状况 和女士状况不太一样 对您来说不是特别吻合 您是不是也需要 找一位有房的人 然后跟他共同生活呀 对 先生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 好吧 来您休息一下 刚才对这个二号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现在我看不上 您感觉您择偶会好找吗 会有难度 但是我相信会找到合适的 您今年是47岁 对 但是我看您今天的着装 包括发型也好 包括头发的颜色和衣服的颜色 其实都特别的青春靓丽 就是47岁还能选择这种浅浅的粉红色 其实代表着您内心还住着一个少女 其实从小到大 多多少少还是被宠大的 所以在择偶的时候 我觉得您 就是找一个比您大一些的 如富如兄 就是他方方面面 可能都要比您成熟一些 尤其是内心的这种成熟 所以综上所述 我觉得您适合找一个 爱您多于您爱她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次希望您放慢脚步 恋爱时间长一点 可能我们恋爱一个一年半载的 甚至两年三年都可以 我们再步入婚姻 争取这次走到头 好 谢谢老师 你们觉得她适合找一什么样的呀 起码能包容她的 总她的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号先生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一号男嘉宾 张燕峰先生 你好 欢迎你 总人好 一号男嘉宾 张燕峰43岁 北京人未婚物流库管员 他很年轻 小孩 他为什么四十来岁了 还没结婚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难牵 厂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一起进入他们的 更想动力环节 请看 来看看基本情况 女士和先生都是没有孩子 这个健康状况呢 女士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有血啊 高 因为父母遗传 要吃药吗 要吃药就天天吃药就没事 先生的健康情况怎么样 健康状况良好 输入情况 我一个月就三千块钱 到手的是五六千 住房情况 女士跟父母同住 先生呢 我是有独立住房 在哪儿啊 就在长阳区 那接下来的这六个问题呢 是我们可以互相提问的问题 女士有没有什么想问先生的 你考虑婚和要孩子吗 目前想要 那女士还考虑要孩子吗 不考虑的岁数了 女士还有什么问先生的吗 嗯 你接受比你岁数大的吗 目前您这范围超过我 那个理想状态 他那标准应该是四十岁以下 三十五都行我感觉 女婿如果择偶的话 对于年龄有要求吗 我接受比我小五岁之内 就先生正好在这个区间 那大呢 大十岁之内 先生可能还觉得 年龄上稍微差距大了一点是吗 对 行 那咱修气一下啊 我们对一下您的择偶标准吧 身高一米七五 别超过一百七 主要有稳定工作和那个固定住房